今天在分享这首歌曲之前,其实我比较想要先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国际议题,就是在前一阵子7月21号的时候,香港元朗发生的白衣人物差别攻击事件,其实在看到很多的新闻画面跟相关的报道,我真的觉得说我们的民主啊,是先人流血流汗甚至不惜心, 这一生生命而争取来的,我真的希望香港这一次的事件可以早一点和平的落幕,然后尽早的还给香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空间,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任何的流血事件,因为真的太难过跟太心痛了,所以香港你们真的要加油好不好,真的要加油,然后我们要很硬的转回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要来分享这首歌曲,它就是来自 切子弹在今年2019年即将推行的新专辑,我们以后要结婚中的首播主打歌曲 Happy 问奖情歌 那问奖这个词呢,其实是台语司机的意思 所以凡是任何一位开车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之为,那个人叫做问奖 其实在台湾呢,问奖这个词比较多拿来形容计程车司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巧合啦,只是因为台湾近年计程车司机的议题其实吵得非常的沸沸扬扬 那也在今年,如果大家有在关注这个议题的话呢 在今年6月的时候,正式通过了Uber条款 那在今年10月也会正式的执行 也就是说在10月的时候,Uber司机只能以日租或是时租的方式来下去做营运 那基本上就是把Uber司机给踢出台湾的计程车市场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资料,然后来关注一下这个议题啦 那今天其实我比较想要聊的东西呢,不是这个 在我看来啦 茄子弹这首歌,老实说就是把问奖变成了一个代名词 那这个代名词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正在为家庭,为家人所付出的这一些人 都可以称之为问奖 那不管是照顾爸爸妈妈,还是照顾小孩啊 那这些问奖呢,只要看到他们能够生活的平安快乐 不管自己工作再疲累,再劳累,或是工时再长 那只要他们的平安快乐,都是这些问奖生活动力跟快乐的来源 所以,对我来说这首歌就是在讲亲情 而且MV也非常的明确跟大家讲了 他就是在讲亲情,我真的觉得茄子还很厉害 他最有名的两首歌,《浪子回头》跟《龙流人》 一个在讲友情,一个在讲爱情,这首歌在讲亲情 他三情都唱完了,真的很棒 我们必须要给茄子赞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肯定,好不好? 那其实这首歌呢,他的MV还带出了另外一个议题 也就是我想要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议题 就是长照 长照是什么呢? 长照的全名其实是长期照顾 那会有长期照顾这个名词的产生 也就是因为研究指出啦 台湾在2025年之后呢 即将进入一个超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也就代表说呢 未来台湾每五位人口就会有一位的老年人 那到那个时候呢 青壮年抚养老年人的比例 就会变成6.2位的青壮年 就必须要去抚养一位的老年人 而这个比例,这个数字 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高 基本上这个问题一定是我们这一代 以后绝对会遇到的问题 那有些人现在可能已经遇到了 所以台湾政府呢 就因此而推动了这个 长期照顾的服务政策 那其实在近年 这个长期照顾服务政策 已经更新为2.0的版本 那今天就带大家来看 1.0的版本 主要的服务对象有谁 还有2.0的版本 新增的服务对象有谁 那原本的1.0的版本呢 主要的服务对象有 65岁以上的老人家 55岁以上的山地居民 50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 65岁以上的IADL独居者 那什么是IADL呢 IADL就是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Daily Living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位独居者 他基本上比较工具性的 像是使用科技产品啊 外出、购物啊 自行服药、煮饭 这种比较功能性的东西 他是没有办法自己来处理的 那就必须要用长照员 来服务他们 那这里就是IADL独居者的服务对象 这样子 那到近年更新的2.0版本呢 他新增的服务对象 有以下这些喔 50岁以上的失智症患者 55岁以上的平地居民 49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 还有65岁以上的衰弱者 那衰弱者呢 其实就是指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了 所以这首歌的MV里面 蔡真能所主演的这位爸爸 应该就是在65岁以上的衰弱者的范围之内 因为他必须得要定期到医院做物理治疗嘛 那我觉得这首歌还有他的MV啊 他其实不是只有聊到亲情 他甚至有聊到离别啊、生死 那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们身旁这些我们最爱的人 每天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活着 那这就是我们最乐见也最需要的事情 那他再来呢 还带我们看到了一位长照员一天的工作内容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长照员这个职业 那他这次的MV呢 拍出了一位长照员基本上工作的一些内容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内容 他已经都放在MV给大家看了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是因为 这首MV让大家知道有这样子的职业 那我就从而可以让大家对这个职业 产生一些兴趣 有些人可能就会因此而去从事这样的职业 我真的觉得这个 茄子蛋要给你一个赞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那老实说啦 茄子蛋的年轻族群 其实 蛮多的 真的蛮多的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会让我们提早去意识到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长辈有一天都会老去 甚至到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行动不方便 那到那个时候呢 照顾他们就会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等到事情来的时候 再去找资源 再去找就是相关的东西 看能不能帮助还是什么的想办法 我觉得提早意识到这一点 不是只是让我们来防范 或者是让我们有一个观念说 我们有一天如果爸爸妈妈老了 如果爸爸妈妈没有办法自理了 我们可以寻求哪一方面的协助 而是更要提醒我们在现在这个当下 就要好好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时光 我觉得哪怕是常年在外奋斗的青年们 对不对 我们都不要忘记家里有这样子的温暖跟依靠还在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 茄子弹好希望他们这一次的新专辑 我们以后要结婚赶快全部出来 不要一首一首罚 真的会纠着大家想说 哎呀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而且这首歌很厉害的地方是 其实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 哎呦 怎么跟以前的 认色茄子弹的那个风格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习惯知道吗 可是到听到第二次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说好像还可以耶 到第三次的时候呢 就重复播放了 就听不下来了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而且搭配看他的MV音 我觉得如果正在遇到这样子状况的人 真的会哭耶 真的会哭 因为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 而且很深刻的一个表达啦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介绍 这首歌来自茄子弹 即将在今年2019年推出的新专辑 我们以后要结婚中的首播主打歌曲 HAPPY 问奖情歌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咯 See you 再见 再见